我是温茜茜茜 我爱你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位健康宝宝 在一岁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走一点路了 然后就那个时候 小儿妈比大流行 那我也就发着高烧 我也就全身软啪啪的 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到学校去演讲 我述说我的生命历程 每个人都会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眼放弃自己 你看我从小动了十次手术 我是最有权利悲观跟放弃自己的 可是我不这么样子 我总是朝着正面乐观地面对我的人生 当然我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给我很多的爱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创造生命奇迹 大概在有一次慈善公益的演唱会呢 那场的主持人是田文仲 以前有一位田大哥 那都是一些歌星 那我是我们残障界的代表 那我就唱了一首当时很红的 凤飞飞的掌声响起 结果唱的真的全场掌声响起 文仲刚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女孩子实在不简单 她非常积极 然后上课你看她还从远处这样 做个轮椅过来上课 然后本身的这个学习能力又强 我发现她这个唱歌又唱得非常好 可能班上目前来讲 唱歌这个当然是我们班上 她最有感情的 真是不简单 然后她又参加舞蹈 她的师傅 她的师工也等于说是我的师傅一样 她以前学标准舞的时候 是师达东 那是国内顶尖人舞 那她是跟师达东在一起 那个晚辈在学 就要说我能够拿到亚洲冠军 真的不简单 我小时候我认为呢 我的双腿会影响我的人生 会变成黑白的 但其实一路走来不尽人 我反而觉得 她可以使我活得更勇敢坚强 然后让我的生命 活得更精彩更美丽 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 感谢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团体 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